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昨天有人在元朗錦田的垃圾堆當中 找到一個屬於譚詠麟的獎座 原來這個就是在1988年的時候 由香港電台主辦的 第十一屆十大中文金曲的十大金曲獎座 得獎歌曲是千載不變 在這個獎座上 寫著譚詠麟和中鎮圖作曲 相信這個獎項原先的物主 就是曹皮倫或者是阿B 到底這個獎座是由誰棄置呢? 如果是由他兩位老歌自己劈出去的話 還可以找出很多藉口來自圓其說 但如果是由其他人 例如他的歌迷扔到垃圾框 那兩位人兄就真的無地自容 而且這個獎座 在元朗錦田的垃圾框當中 是被發現多時 竟然是沒有人去撿 沒有人檢拾 你這個獎座是 換作在反送中運動之前 怎麼也有些卵迷 你看到這些寶藏就在家裡留念也好 竟然是沒有人去撿 大家可想而知 譚詠麟和中鎮圖在香港人心目中的地位 就是跟這個獎座一樣 掃進歷史的垃圾堆中 為何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譚詠麟和中鎮圖就要好好反省 出席這些撐警的集會 說起譚詠麟這些獎座 如果大家是從當年一起走過來 一定記得在1987年的時候 TVB搞的十大勁歌金曲 因為那一年很多卵迷都替你擔心 那一年你去了澳洲搞演唱會 碰巧就出席不了頒獎典禮 到底你有沒有獎取呢 因為根據TVB的慣例 不出席的歌聲一般都是沒有獎的 誰知道TVB就非常貼心了 當時就去到澳洲那時候 幫你搞現場的轉播 最後你就得到兩首的金曲獎 以及獲得當年的最受歡迎藍歌聲 這些獎座 全部都是當年香港人帶協你發跡 那些歌迷全部都是香港人 就不是大陸人或者大灣區人 譚詠麟 你經常說這些喝水思源 不要只是喝東江水 你自己發跡那條水 你有沒有喝水思源過呢 是不是 好了 到了1988年初 你就在十大宇中文金曲的頒獎典禮 宣布不再接受任何具競爭性的音樂獎項 所以在1989年初的時候 你就獲頒了千載不變 其實都不是屬於你的 是這個瘟那的 所以你就有接受 1989年大家都知道 春夏之交就發生了一場悲劇 當時演藝界就搞民主歌聲獻中華 你剛好又出席不了 但是就非常有心 拍了一條短片給大會播放 那時候厲害了 你就說要剝李鵬牙 即是寓意打倒李鵬 好了 到了後來的時候 你一路就變質一路走樣 在這個政治立場方面 逐漸就走上親中之路 其實很多的論迷 本來都選擇是隻眼開隻眼閉的 因為政治立場就是你個人的選擇 比如說在01年的時候 你選擇為競逐連任的董建華 去站台 而且在香港電台的節目當中 公然說出我挺董這三個字 真是言由在意 因為當時令我感到非常詫異 你挺董 大家都記得 98年開始金融風暴 然後搞到通宿 負資產一羅羅的問題 竟然你還可以挺董 到了2012年的時候 釣魚台的主權就出現了爭議 譚詠麟又發表了很多所謂的愛國言論 你說什麼當時 你說如果日本不悔改的話 就會將行動升級 並且會抵制日霍 以表示對日本的不滿 然後當然會租人夜雨 你當時在80年代最走紅的時期 有多少歌曲 是從日本的流行曲 改編過來的 你完全忘記這些 一定會被人擠你 當然 你這些行動升級升到哪裏 沒有人知道 亦沒有人去追問你 但是 到了年中的時候 大家記得 2012年的時候 就是反國教運動 你竟然走出來支持 德育及國民教育課 你就支持什麼呢 因為你被人發現 原來你的寶貝仔 在國際學校就讀 根本上不會上到國民教育課 當然 之後的事情就不用說了 到了19年的時候 你竟然選擇 站在人民群眾的對立面 站在當年一手 有份捧紅你的香港人的對立面 就是撐警 有沒有撐警 這就是 黃藍視政見 黑白視良知 以前你的政見是怎樣 大家的論迷 一定是選擇 當看不到算數 眼淹 但是到了這一刻 大家不能再選擇 扮盲 你看到這些警察 濫用私刑 濫用暴力 你還有面目去撐警 你根本上已經離棄了香港人 所以明年 你溫拿的演唱會 還搞什麼 買票 都成問題 叫藍絲買票 叫藍絲包場 你可以照搞 其實譚詠麟 現在你這個獎項 在錦田的垃圾缸當中被發現 都沒有人去撐 為什麼呢 因為市民已經對你 以及中鎮圖這些人 死了心 你想想一個歌迷對你死了心 是多麼重要 這件事 追隨了你這麼多年 很多卵迷都追隨了你很多年 從80年代開始 跟到現在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你如果覺得 香港人根本不值得你珍惜 你就回大陸 回大灣區搞得夠 我們香港人 真的見證著 一代巨星的穩樂 大家有眼看 很多卵迷都把他們的珍藏 包括幾十年前的黑膠唱碟拿出來撥爛他 那些是他們自己的私人財產 你就不能說他 但是撥爛的不僅是黑膠唱碟的本身 而且撥爛的就是幾十年以來 對你譚詠麟的支持 當然這些人都不會去反省 因為大灣區的人 他去那裡開演唱會都救他吃 我們又說說另一件事 就是關於原來 本來有人在12月24日平安夜搞遊行 他已經獲得了警察通知 有不反對通知書 但是他仍然決定取消這趟遊行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 遊行時間本來是計劃 在晚上8點到凌晨1點 不過警察說不行 因為平安夜嘛 是吧 多人嘛 出街 被人更改了 下午6點到晚上10點 即是將他提前 本來他們打算一路倒數一路走 不行了 第二件事 遊行的路段被更改 只能夠去到梭士巴黎道公園 至紅磡體育館 而且沿途只能夠在行人路上進行遊行 即是說很窄路 而且本來他打算在彌敦道那裏搞 搞搞一下就不行了 叫你去紅館 即是找笨 第三件事 他就鑑於在中華愛丁堡廣場 即昨天搞的集會 香港警察再一次使用不必要的武力 而且又用催淚彈和舉起真槍實彈 來威嚇拘捕和驅散參加和平集會的人士 他就說 基於公眾安全的考慮 為了保護大家的人身安全 他就決定宣佈 忍痛取消今次的平安夜大遊行 他也是向著各位支持他的手足道歉 因為有負了大家對他的期望 但我覺得他不需要過份自責 因為平安夜市民 自然就有很多活動可以搞 比如說去商場 去行window shopping 這個活動就最好 又可以看看那些漂亮的商品 又不需要花錢 沒有規定行商場一定要花錢買東西 不過你那些警察就很賤格 那天在元朗的Yoho Mall 有一個中年男人走過你警察的身旁 你用不需要用身體撞他 撞在防煙門那裡 然後還恐嚇他 現在得罪你什麼 就這樣走過 又沒有挑釁你 又沒有罵你 又沒有批評你 這樣也不行 這樣也看不過眼 見到一個中年男人走過 也要動他 在海港城那裡也是 那個年輕人被你截停了 你就截查他 你就查 然後一手扯了別人的面罩 都不只用手指揉別人的臉 玩弄別人的臉部 你這種客人憎恨的行為 就是全世界看到 昨天那些人搞個集會 那些警察又無厘頭 去找真槍實彈 去指嚇市民 真槍 你又想開槍 又在搞什麼 所以你說譚詠麟這些人 還說是撐警 難免讓香港人民 把你掃進歷史的垃圾堆之中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